嘿,哈喽,大家好,我是成田 今天这一个绝对不是一个标题档来的 大部分初学的朋友们或者基础不大好的朋友们呢 在演奏上面都一定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就是断音 好,什么是断音呢? 我们先不解释 先听一下以下两首演示曲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2,3,4 好想笑 虽然我刚刚那个演奏呢 是有一点夸张的去表现这个断音 我们明显能听到第二首曲子 感觉音符跟音符之间呢 没有联系 听起来非常的不舒服 而且最可怕的就是断音的问题 很多同学们是听不出来的 可能大家都把精力放在 左手怎么按弦呢 右手怎么拨弦 拍子有没有跟得对啊 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这些方面去了 所以演奏出来有没有断音呢 可能这个注意力已经关注不到了 因为你要管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就明明这个曲子 我跟他弹的都是一模一样的 又不快 我也能弹 他也能弹 我在拍子里面 他也在拍子里面 那么为什么我弹的就没有别人好听呢 那么我觉得这个断音呢 也是影响这个好不好听的其中因素之一来的 那么产生这个断音的问题呢 也不是非常的难理解的 其实在我看来 他就是你每个音符的实质没有占满 然后你就把手指提前的松开了 我们以一个八分音符为例啊 八分音符就是一拍平分两个音对不对 前面半拍一个音 后面半拍一个音 我们试一下 用多瑞两个音符来试一下 对吧 我的多占了前半拍 瑞占了后半拍 好了 断音在哪里形成呢 就是你弹完这个多的时候 你后面要接个瑞 但是你这个多提早松开手指了 因为你的多是要站在前面的这个八分音符 对不对 你的延音都没有延满的情况下 把手指抬起来 就会听起来是断音的感觉 它就变成这样子了 对吧 是不是听起来就非常的奇怪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 第一个音符的延音 前面那个八分音符 一定要延满才可以的 那么在四分音符里面讲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要把整个四分音符都弹满以后 延音延满以后 再去弹第二个音符 那么所以大家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把速度给降下来 为什么要放慢呢 除了我们要慢练以外 因为我们在慢弹的时候 这个断音一出现 你会很敏感的 你会马上感觉到不对的 就像我刚刚演示这样子 是吧 现在慢速的话 你就很自然的 会把第一个音符 延得差不多的时候 再去弹第二个音符 对吧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断音了 你马上就知道自己是有问题了 对吧 很奇怪是不是 所以慢练就是要记住对的感觉 而且要感受两个音符之间的关系 还有一个就是 很多初学者在演奏的时候 心里面都会比较着急的 因为他害怕我这个手指如果不快一点抬起来的话 我就不够时间去按住下一个音符 那么也是因为这种担心而导致了你第一个音符会快速的把手指抬起来 然后马上去按另外一个音符断音就出现了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视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在很多初学者或者基础不大好的朋友们身上是频繁发生的 那么如果你们是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加入到我的课程里面 我的课程呢是配套了相关的学员群作业群的 你可以把你的作业交到群里面来 让我们看一下你们会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给你们点评一下指导一下 早点发现问题 早点改良啊 总好过你自己埋头苦练 对不对 那么就期待你们的加入了啊 好这个断音的问题呢 出现在慢歌的演奏上面是非常的频繁的 因为慢歌它比较慢啊 音符与音符之间如果言音不够满的话呢 是非常容易听出来的 那么在快歌上面就基本上不存在了 如果你弹一些速弹的歌曲的话 断音你也听不出来 因为太快了 音符太密了 那么呢 希望每一位朋友们啊 无论你是初学的还是有基础的 还是一些老手吧 都要把这个问题真的要注意一下 我认为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来的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断音的原因 影响了你的演奏 就没有别人的好听 所以大家啦 就一定要注意起来了 也希望我的视频可以帮助了大家 我是成田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